陳冠希彈出演藝圈後 專心發展時尚事業 創立了自己的個人品牌 成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潮牌之一 也在國際時尚圈佔有一席之地 金雲塔為了慶祝品牌成立20週年 在上海舉行了週年展覽 期間好友劉佳麟、梁朝偉都親自到場支持 梁安在活動現場談笑風生的模樣 讓不少人想起了電影《無間道惡》中 雙方角色互動的場面 事實上今年也是《無間道》推出了20週年 當年陳冠希和劉佳麟在片中有不少精彩的對手戲 而陳冠希飾演的角色劉建民 愛戀著劉佳麟、飾演的角色Mary姐 愛而不得的橋段成為無數影迷們心目中的經典場面 網友們紛紛留言大讚劉佳麟依舊很漂亮 笑成陳冠希又在跟Mary姐約會了 感情真的很好呢 不願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